觀眾朋友 預言越準 越是法力無邊吧 但這次可不讓我們拜託一下 不準一次呢 從4月3號的花蓮強震 到北台灣差點全面斷電 你回頭去看 都被印度神童說得準 準 準 那明天過後呢 他還預言了什麼 你看這個畫面 杜拜 12個小時下完了一整年的雨 全球第二繁忙的機場全面癱瘓 空八居然在水上飄 預言說6月會更慘 是真的嗎 阿蘭達說6月以前 全世界有七災 電視觀眾前面一定說 馬老師他講他的嘛 不在乎 我也不知道在不在乎 但是 我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2月24號他發布了這個影片 2月24號發布了 我為了上節目有看這個影片 影片裡面他出乎意料 首度 他平常都講得很含糊的 對 首度明確點出時間 時間 發生什麼事呢 他在影片裡面講了三個時間 三個時間 講錯 信譽全部掃地 第一個時間他說 地震 天災 火災 會陸續發生 第一個發生點 3月16號 是 3月16號那天發生什麼事 結果3月16號又日本發生7.4的強症 是 好 第二個時間 他說是關鍵時間點 4月4號 4月4號 你聽我講 他不但說是地震 而且還說台灣要注意 講台灣要注意五個字 我毛骨悚然 當然他不可能這麼準 結果4月3號花蓮大地震 對 對不對 他講關鍵是4月4號 就是4月3號花蓮大地震 他就講第三個時間點 4月13號 4月13號他說 會天有意向 會有天災發生 是 好 結果4月13號那天 還好 沒發生什麼事情 那就不準啦 但是錯 我告訴你 掉以輕心 第一個 4月15號 是 杜拜發生空前大雨 各位看 杜拜這一次下雨 12個小時把一年的雨下完了 各位要知道 杜拜是沙漠城市 是 它乾燥的 它是無雨的 是 所以他從來沒想到的 他們下這麼大雨 你看 哇 杜拜就在水上國家了 這個跟電影情節一樣 杜拜人一輩子沒看過 是 一輩子沒看過 杜拜絕對不想到 他們居然在繁榮了這麼多年之後 玩偶 他們會敵不過大水 剛才一開始你看到沒有 它那個機場 全世界第二繁榮的機場 是 看到沒有 居然因為大水關閉超過半小時 水上行機 哇 這個像是在水上飄的畫面 我告訴你 杜拜機場從來沒有遇到過 是 好 阿蘭德講的 水災發現了 好 除了水災 在也是4月15號 重慶的天空出現詭異的 紅色 你看 多可怕 整個重慶天空變這個樣子 沒看過的寫色天空 寫色天空 大凶之兆 這個是雲嗎 我告訴你 本來大家以為是霧 以為是霧 造成紅的對不對 是 重慶氣象台說不是霧 是什麼 不是霧 那它說可能是光線 但是後來它又說不是光線 為什麼 因為光線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到 怎麼可能這麼遠 不是 它整個看起來都是 整片 整片 而且從各個角度看起來都是 所以整個雪 紅 天空 你沒辦法解釋 到現在沒有一個說法 大家就知道 好 這也是4月15號 是 跟它第二個關鍵點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 柳澤西的藍色火球 4月15號 哇 這個通過 也是4月15號 對 這是隱石嗎 不是 我先給你講 柳澤西在紐約旁邊嘛 是 大紐約嘛 對 大紐約是被嚇到了 你知道為什麼 他不是講4月4號 第一個關鍵點嗎 對 4月4號紐約發生什麼事情 地震 4.8規模的地震 花蓮震王換紐約啊 他說紐約4.8算什麼 240年來最大的地震 嚇死紐約人了 還沒晚 別忘記 4月9號 紐約人看著月泉死 整個天是黑的 是 然後看到藍色火球 哇 你看著藍色火球 那種不祥的感覺在堆疊 大家說火流星 為什麼叫火流星 它是紅色的 但這個是藍色的 太罕見了 不會有藍流星呢 沒見過藍流星 我要跟你講個最可怕的 西遊記 宋悟空最害怕的蜘蛛精現身了 蜘蛛精也來了 對 福建一個村莊 出現一個史上從來沒見過 你看 整片山都是蜘蛛網 你有見過嗎 哇 這是要多少蜘蛛 才吃得出來的 不是 根本沒看到蜘蛛 這麼大一片蜘蛛網 史上最大蜘蛛網 你根本沒見過 那是誰留下的 上面都是大的蜘蛛蟲 這蜘蛛蟲好像是自己去獻祭 是 跑到上面去給牠吃一樣 太奇怪了 泉州這個蜘蛛網 簡直騙山這麼大的蜘蛛網 沒見過 這會不會是大災難零頭的一個暗示呢 好 你講這個 剛才那個印度的阿蘭德他講了 有地震 驗生了 天災 水災都驗生了 都發生了 最後一個 他說會有火災 火災 對 好 來 4月16號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的 400年歷史的舊證券交易所到 各位知道 這個是哥本哈根地標 你知道為什麼地標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塔 是你老遠近哥本哈去看這個塔 而且這個塔 各位要知道 哇 倒了 地標倒了 眼睜這樣看著它倒下了 各位要知道它這個塔 是 是四個龍 四個龍的尾巴 去礁禪成的一個塔 是 哇 在這個地方 四龍禪尾 它為什麼地標 第一個 你從遠遠的地方看進來的時候 它就先看到塔 它沒想到大火把它燒倒了 好 燒倒 它裡面 它本來是證券交易所 證券交易所 證券交易所搬走之後 現在工商總會的總部 裡面有很多珍貴的藝術品 是 達清明區搶藝術珍貴品 各位要知道 丹麥國防部長講了一句話 這個是巴黎聖母院的在線時刻 聖母院在巴黎跟它什麼關係呢 我問你 它是什麼時候燒的 四月十六 四月十六 二零一九年 四月十五號 巴黎聖母院 跟它一樣的起火 而且也是燒著這個塔 這個塔也整個倒塌 幾乎在同一天耶 就在隔一天 而且 巴黎聖母院 你看這個大火多可怕 但是也是倒下去 看到沒有 也是一個尖塔 也是一個尖塔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法國人 拼命花了五億美金 是 花了五百人的能力 拼命要把它建好 本來要趕巴黎奧玉 對 但現在趕不上巴黎奧玉 十二月八號 燒成這樣子 看燒成這樣子 是 巴黎聖母院要重建 各位 你看 剛才你為了看畫面 巴黎聖母院幾乎燒的 只剩骨架 但我一定要跟你講幾個奇蹟 第一個奇蹟 你知道巴黎聖母院 最重要是裡面有 珍貴的藝術品 這些藝術品 如果被燒掉 那是人類重大的人化者 套劫啊 結果他剛好 他那是要整建 整建就把重要藝術品全部移走 第一個 逃過一劫 聖母庇佑啊 第二個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這個尖塔上面是個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是一隻 公雞 為什麼把公雞放在塔頂呢 那公雞會動的 風向在哪裡 風向雞 對 但是不要小看那個公雞 大家都想玩了 這隻公雞巴黎人老遠都看到了 對 這個塔倒的時候的公雞一定完了 是 我跟大家講 後來大家居然找到這隻公雞 咦 他沒事 安然無恙 最近這個金雞重新安裝上去 對 巴黎人簡直覺得 他天下最美 你看 跟我一看 重新騎了金雞 重新建好了 巴黎人的精神跟靈魂回來了 重新再把它放到塔尖上面去 看到沒有 哇 這等於是巴黎人太興奮了 好 最後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講 你到巴黎社母院 你一定會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漂亮的 彩繪 三個玫瑰花窗 這個大火大象完了 這三個一定活不下去了 結果呢 這三片 結果後來燒完整理現場 三片 完整無缺 他怎麼躲過 結果不曉得怎麼躲過 結果他在 窮頂上面 你進去巴黎社母院 最光潔的就是這個 太陽一照進去 透過這個 他是透明的 太陽一照過去 那光線打到裡面去 我告訴你 你就覺得那種 聖結的那種感覺 你看那個灰燼相對比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三片 玫瑰花窗 一片 都沒受損 頭髮無傷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杜拜 十二個小時 這麼短的一個時間差 下完一整年的雨量 怎麼不可能出大事 全球第二繁忙的機場 全面陷入癱瘓 空中巴士水上飄味 再看這段畫面 中國從長沙到四川 哪來的鬼街之風 落難的熊貓 你看看直接在大馬路上 一路碾壓車流 今天我們就看整個華中地區 歷經了怎麼樣最艱難的 春天酷刑啊 竟然哥我們講喔 極端氣候 這個真的是最好的案例 為什麼我會跟竟然哥講 杜拜這個地方就是雨圈 淹水什麼大不了 整講淹水 沒有 杜拜根本不下雨的 你知道他年雨量多少嗎 多小 13毫米 沙漠地方嘛 13毫米各位 杜拜年雨量只有13毫米 而且平均氣溫35度 這種地方竟然淹大水 嚇死了 來各位你現在看到畫面 沒有錯 這就是杜拜 因為第一他們過去的建築物設計 跟下水道設計 根本沒有下水道這一回事 是 哪來的下雨啊 我幹嘛要排水啊 所以你看整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75年來喔 從來沒有這麼強下雨 所以各位 杜拜光12小時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這個喔 講還有點不客觀 為什麼 因為超過一整年 你直接看到 這個像什麼 明天過 明天過的場景 不會下雨的沙漠 結果竟然做大水 所以所有的路呢 行進之處 全部通通變成水箱 哲果 你想說這還不夠誇張嗎 還有更誇張的 為什麼 因為就連機場 各位沒有看到 這變成什麼 水上飛機了 一般來講是那種滑水道 人家有機場跑道變滑水道 整個飛機沿著這個洪水 然後呢在機上滑滑滑滑 所以沿途之處呢 所以有沒有起飛 有啦還是有起飛 但是你就想很離譜啊 怎麼連杜拜發生這種狀況 而且就連機場大廳 大家看到內部的畫面 你看 這是什麼 一般來講 飛機的機場 這是國門 就沒想到 整個杜拜的國門 通通淹水 而且這些民眾 每個還滑手機 想說沒辦法 就堵到了 而且你看 沿路所有大機的民眾 通通都泡在水裡面 就連他的購物中心 各位啊 天花板 通常整個購物中心 會發生什麼狀況 各位就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畫面怎麼回事耶 整個都棒棒下來 你看喔 能倒的都倒 整個相關的這種 貨架建築物 你看 水舞間 有沒有看到整個燈泡按掉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管線 全部都被水浸透了嘛 這代表他們根本沒有 設想到這種狀況 因為理論上來講 杜拜這個不會下雨的地方 看到雨都要歐蜜陀佛 就像台灣看到雪一樣 沒想到 竟然全部水都淹了 所以這些民眾 也沒辦法苦中作樂 而且你看 就連健身房 各位這是高級社區喔 你仔細看 原本他的裝潢 雖然說現在天花板都棒棒下來 本來是很高級的這種 VIP會員制的 我們講的 才可以進去的這種健身中心 通通都被淹沒 而且就連這種 我們講大廳一樣 各位 原本這種大理石 你看地上這麼豪華的地方 幾乎全部都做水災 全部做水喚 但是你說杜拜的民眾 有沒有感到很難過 其實沒有 為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水箱哲果這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這位老哥 笑的可開心 為什麼笑那麼開心 因為很難得遇到這種狀況 而且你仔細看一下 這台車是什麼車子 Rose and Royce 現在這一台啊 對 勞斯萊斯 所以你看他們對來講 根本無所謂 反正錢再多挖幾桶石油就有了 難得看到這麼多的水 杜拜住了十幾二十年 從來沒有看過淹水 淹一次 結果他們還很興奮 這老哥還在那邊自拍 在外面笑說 你看你看你看 不錯不錯 所以你看不只是這樣 杜拜除了我們講 夏豪宇之外 還有什麼 狂風 你看這個景象不講好玩 你還以為是美國 哪一個奇怪的州 又發生龍捲風 不是耶 你看做大水 做大風 為什麼會這樣講 整個狂風 把路上所有行人建築物 吹得亂七八糟 而且你看 東西東飛西島的 包括什麼 什麼鐵橋啊 什麼亂七八糟的 布條啊 然後地上鐵板 全部飛得亂七八糟 到處都是 所以你在想說 只有杜拜這樣 沒有嘛 因為杜拜只是一個小區域 杜拜也才330萬人而已 連鄰近的國家 阿曼也是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你看喔 他們淹水的地方 因為阿曼就不像杜拜 那麼有錢 那麼豪華了 所以全部洞成是泥沙滾滾 導致就連直升機 都被迫要趕快去裡面救援 而且截至目前為止 不幸的是 已經有18人身亡了 甚至是為了搶救很多 受災的兒童 他們還特別就是跑去用這種直升機 你看 除了直升機出來 你看這在幹嘛 拉繩索一個拉一個 一個拉一個 就是為了要把裡面受困的幼童 趕快從這種急流當中 湍急的泥流當中 搶救出來 你就知道 整個現在中東地區的天氣 異候異常現象 真的是非常反常 從中東我們來看到 這麼劇烈的一個天氣 還發生在中國 中國特別來聚焦華中地區 華中我們就從長沙看到了四川 哪來的鬼切之風 這什麼情況啊 對 因為這是聖明典 老師跟我們這個分享 他說奇怪了 他叫這個叫做西南鍋 為什麼叫西南鍋 我的確出現了氣旋 出現了氣流 但是不對啊 就那個請問一下 現在是颱風 春天而已耶 不是海颱風 耗發季節 而且颱風要嘛 你也要從這種海洋上來 怎麼會直接這樣 攪亂在陸地上 而且他們什麼 是強烈的對的 所以各位 四川重慶這兩個地方 我會去過 很少會有這種 十二級的狂風 雖然這些地方潮濕 但很少會有大風 因為它是內陸地區 結果你看 屋頂的鋼板 哇 沿沿下來 整個弄在頭上 弄在車上 包括你看鐵捲門 它是被吹成那樣子喔 鐵捲門都被吹翻了 所以你看喔 能崩的就崩 能倒的就倒 他們講不對啊 四川什麼時候 哪來這種鬼切之風 你看 四川最英偉要的是什麼 公夫熊貓 夫Panda 有沒有 結果連這個熊貓 都發生什麼狀況 真的變夫Panda 為什麼在街上滾 開始 沒有人點餐啊 你不要外送啊 它只開始在那邊滾滾滾 對 然後所有車流 而且都被它壓過去 而且人家被壓到 想說我到底 我是誰 我在哪 我到底經過什麼事情 因為我開車看到一隻熊貓 在我面前 一滅而來 開什麼玩笑 而且還好它是軟的 各位 車子不會有太大的受損 不過切到下一個地方 就知道 受損就嚴重了 為什麼 因為鄉西有一個地方 學校玻璃啊 一樣被這個強風吹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聽聽啪 聽聽啪 各位觀眾 這不是我玻璃心碎的聲音 真的玻璃被吹碎了 他們講學生了 大家嚇風了 為什麼 趕快跑 因為很少遇到這種 風這麼強喔 吹到玻璃都碎 甚至還有學生因此被劃傷 甚至有這種燒烤店店主 遇到這種強風 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保護我的燒烤 各位有沒有看到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對再看一次 他抱著那個燒烤店 就這樣跟著 燒烤店人一直 被天降奇蹟啦 整棟房子都被吹飛啦 整棟房子都跟著人 全部帶走 你知道這個風有多大 甚至就連摩天輪 一般來講摩天輪 是情侶約會浪漫的地方 在上面 慢慢的吹就 去兩個 你有沒有看到其中一摩天輪 被瘋我輪了 好可怕 搞什麼東西啊 而且自轉耶 你要公準才對 你怎麼再自轉啊 這嚇壞了 再也不敢搭摩天輪 我本來就不敢搭了 所以你看 災難當中 但是還有見到真情 為什麼你講見真情 因為有一對母女 就各位你看到這畫面 他們因為不堪強風 然後抱在一起 想說很危險 你看整個蹲在地上 趕快一堆民眾 也不顧自身安危 馬上衝出去 所以患難還會見真情 但是包括有些超商 就沒有這麼幸運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來救他們 你看 瞬間風從外面灌進來 整個牆壁 整個鐵絲門都倒塌 然後裡面 外面做大風 來壘頭做同災 為什麼 裡面跟仙龍捲風一樣 所有的貨架 所有的物品 都亂七八糟 包括河北一樣 也是有屋頂 因此而被摧翻 大樓只要被摧落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這個所謂的異常氣候 在全球各地 不管是杜拜 不管是中國 都在發生 一場豪雨 大雨 結果淹了17個縣市 這是桃園 桃園今天 馬路變成河 甚至一棟大樓 河水流進的大樓 樓梯變瀑布 多慘 更慘的是 史上這一把 夏威夷野火 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101人 恐怕還會倍增 今天傳來這個消息 電影情節一般 正在度假的機師 看著機場擠滿了人 居然自告費用 毛遂自見 開了飛機 載著300多人 直接從夏威夷第二大島 逃離火海啊 地球現在水深火熱 而且極度乾巴巴 目前印度神童阿南德 他就說囉 最新的一個預言 他就說 極端的一個氣候恐怕 後面第一個 中國遇到半個世紀來 最強的一個風雨 夏威夷遭受到百年來 最大的一個火災 但想不到下面這句話 竟像個真嚇人啊 他說再來要小心的 叫地震 而且下一個災難的地點 恐怕就在東南亞 這到底情況是什麼呢 我們就來後面持續追蹤 但我們來看喔 夏威夷這個英勇的機師 真的是太英勇了 現在正逢所謂的暑假 所以很多人都在度假 美國人心中 第一個度假勝地就是夏威夷 而毛伊島是這次的第二大島 但俊項哥 沒有想到這次上半的一個高氣壓 跟下半的一個低氣壓 兩個人形成的一個回流 史上最大的一場野火 沒有想到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有一個機師啊 這個機師剛好 帶他們全家人都去那邊度假 剛好遇到了這場野火 他說他邊開車邊發抖 怎麼會這場野火這麼的大呢 結果到了機場去之後 第一個機場滿滿都是人 大家排隊都要回家 好不容易他們等了一天一夜喔 快等到了 結果出來說 我們現在有飛機 可是我們沒有機師 這個機長說 我就是機師 從口袋當中端出了他的機師陣來 這個好像演電影喔 結果呢 所以那些人就說 那太好了 請各位注意喔 這位機長他沒有穿機長的制服 他穿的叫Polo3 據傳他穿了一雙什麼呢 他還穿一件短褲 然後呢還穿了一雙網球鞋 然後他就說各位交給我 他就把這三百個人 英勇地返回到美國去了 太帥了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那一架飛機 這就是你的視角 你越飛越高 你已經脫離火海了 而且呢後面呢 這個航空公司也非常的上到 他就說他們全家人 這次的機票 通通給他免費 但現在喔 地球真的生病了 我們來看加拿大 各位都知道 加拿大的地非常非常大 但是人口呢 只有大概五千萬人左右 這次加拿大呢 居然這次的野火呢 一燒 各位你知道燒幾個州嗎 他們叫省份喔 一燒總共燒了 目前燒了七個省份 面積是多少呢 大家一看嚇一跳啊 目前總共是十二萬平方公里 比韓國還大 幾乎是三點五個台灣這麼大 然後呢 目前呢十六點八萬人 緊急撤離對不對 我們目前抓到的資料 叫二點九億噸的一個碳 對不對 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一個說法是 沒有 它已經跟二零二三年全球的排碳 一模一樣了 十億噸 你說這一把野火 野火會燃燒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液散在空中 二點九億噸 就已經是今年到目前為止 全球四分之一的量 你說現在是十億噸 根據聯合國的監控 剛剛我跟各位說 這個面積多大你知道嗎 它的面積現在十二萬平方公里 已經比十點二萬的韓國 還要更大 各位你去想喔 一把火像韓國這麼大在燒 三點五個台灣這麼大在燒 而且現在呢 據傳呢 沒辦法控啦 它那個整個面積太大了 所以呢 就目前來看的話 現在才八月中喔 恐怕還要燒到九月底 因為人力嚴重不足啊 水深火熱地球的兩極 我們給大家比較少去關注到 今天一看我們真的嚇了一大跳 完全是非常沉重的心態 在南半球 南半球看它做什麼呢 它現在不是正冷嗎 我們在熱 它不是應該在冷嗎 你有聽說過 過去一直都在隆冬的此刻的南半球 居然熱出了40度的高溫 史上最熱的隆冬 我的天啊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境呢 我們現在北半球正在夏天對不對 南半球現在是冬天的一個時間喔 正常來說現在 智利的安地獅山 因為它上面有冰川 所以正常來說 它現在的溫度是18度左右 但如同剛剛俊相哥所說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啊 安地獅山山脈的整個當地的雪 怎麼會突然間融化了呢 原來冬季熱浪居然高達40度左右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那邊是安地獅山啊 這應該還好啊 先跟各位說 聯合國現在為這件事情PASS了 我們現在呢 現在跟各位談一下南美洲的樣貌 從烏拉圭到智利到阿根廷 那個地方呢 安地獅山往下走 是一大塊的一個平原 全世界40%的牛 從那個地方來的 然後呢 它的雪水下來之後呢 當地的小麥黃豆玉米 都是智利跟阿根廷 最重要的出產產品 所以呢 今年呢我問各位 雪突然間在這個時間點都融化掉了 今年的公正期 有沒有水 現在大家最怕的是這個乾旱 因為包括了烏拉圭 阿根廷跟智利 這個是全世界牛肉 小麥 糧池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區 它的重要性 不小於烏克蘭 你這讓我想到了 今年3月份 4月份的阿爾卑斯山 所以它正在複製阿爾卑斯山的悲劇 為什麼 因為冬天太熱 熱到提前融雪 融完之後 沙沙沒雪了 到了夏天 我最可最熱的時候 我沒水可用 就是現在正在歷經的悲劇 所以回過來 南半球的安地獅山 如果冬季的融雪提前都流光了 等到夏天一來 它不是完蛋了嗎 沒有錯 所以現在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恐怕在整個所謂的水火之後 再來怕的就是缺糧 北非摩洛哥居然飆出了超過50度的怪獸等級高溫 更恐怖的是 應該是正是非常寒冷冬天的南半球 居然出現了40度提早融雪的情況 老天爺還不鬆手阿 今天給你看這段畫面 極端天氣下的暴雨肆虐 居然出現這一幕 你看看 河水流過 結果你前面的那一棟 它是倒下來了 這是國防學院的 居然用這個方式被洪水吞掉 全世界四個字 水深火熱 各位觀眾知道嗎 7月份創下人類有史以來 從來沒熱過的7月 是 北京淹大水打破了140年沒見過的紀錄 對 夏威夷野火重創了美國沒見過的悲慘 是 過去了嗎 沒有 水深火熱還在滋裂全球 我們從我們隔壁鄰居日本講起 是 各位 南恩颱風 今天 今天 登陸了合格山 是 合格山然後要 穿越整個日本過去 又是穿星台 對 而且 現在日本正在風大 雨大之中 是 好 我跟你講 你如果現在關係地區裡會很慘 到機場的接應的班車列車全部停止了 這衝擊大了 好多人要去大阪耶 總共有5萬多人 是 都被擋在機場外面 是 機場裡面所800輛航班全部停止 是 好 你看這多嚴重 8萬8千戶停電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京都 我們大家都很熟京都 對 京都還不在這個登陸範圍之類 現在京都被大水整個給淹麥了 好 那 除了南恩颱風之外 居然在海上出現了水龍捲 你說 他才準備要襲向日本 已經出現水龍捲了 水龍捲了 那 你看這個水龍捲 哇 看到都嚇人 你知道嗎 從水面上 啪一下整個捲起來 然後 日本已經發了紅色警報 是 好 日本是南恩颱風 今年第七號颱風 在襲擊 那 馬老師 印度沒有颱風 對啊 印度現在季風雨 下面還在北部 季風雨 聽起來比較溫和吧 對 開玩笑 好 剛才我們一看就是 這都溫防衛學院 這是班納達河 你看這都溫防衛學院 只剩下一個紅色的屋頂 還掛在上面 下面的房子 已經全部都不見了 好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被 湍急的河水 把下面的地基 給整個掏空 好可怕 就這樣倒下來 我告訴你 九人死亡 十七人失蹤 是 失蹤的 兄多吉少 好 那是不是這個了 不是的 我 七母的 大家都知道 台灣背包客 很愛去的地方 因為它海拔 兩百 兩千兩百公尺 兩塊 兩塊 背包客去 結果各位看 它的神廟 被土石流 衝下去 土石流 哇 把整個神廟 給淹賣了 對 那信徒裡面 十六人 被淹賣在裡面 二十人 還不知所蹤 凶多吉少 凶多吉少 所以你看 土石流看到沒有 快跑啊 還在看 我告訴你 在這個神廟旁邊的 四十公里 是 兩個村莊被淹沒 整個被淹沒 那是滅村的概念 但是還好 他們有警報 你看看這個畫面 你看這就是滅村 看到沒有 它還好警報 人員先撤 沒有了 偷沒了 七個人 葬面 對 七個人葬面 他有先撤 你看看 這種土石流 吹苦拉朽 通通沒有了 兩個村子 都不見了 然後神廟整個被淹 所以你真的無法想見 這個水深火熱的恐怖 好 那 除了印度之外 旁邊緬甸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緬甸 緬甸恐怖到什麼程度 各位看 這是緬甸 它是非法浴石礦石的這個圖 越下暴雨 各位看 整個塌下來 看到沒有 垮下來 掉到水池裡面 這個 你知道 這個 來我們看照片 這可能看不見 各位觀眾 來 我們導播看照 你知道這個土堆有多高嗎 哇 這個很垂直陡峭 180公尺 670層龍高 180公尺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個很窄 那從這裡整個垮下來 那這上面 有人 36個人 天 跟著下來 掉到水裡去 36個人全部垮下來 掉到水裡面去 然後礦工說 這個土堆掉到水裡面 變泥巴架 是 沒有人可以在裡面 存活 要知道喔 救都沒有救 我們過去每一次只要這種 礦場 出現這種事都是世界頭條 可是偏偏隨著極端氣候 頻率越來越高啊 我告訴你 我就不知道緬甸政府是幹什麼 2020年 是 大暴雨 這裡也垮過一次 你知道淹了多少人 多少人 170人 天啊 人命不是命嗎 170人 創下亞洲 礦災死亡最高紀錄 是 就2020年才不久 這一次 又掉了36個人進去 老師哥我們看到的 這一個池水是洗 玉的池水 很深耶 對 為什麼緬甸政府這樣草菅人命 因為 玉石 是90% 都從緬甸出去的 好 所以 緬甸的政府 他必須要這個 來賺 美元 來維持他的政權 好 我們看完了第七號颱風 蘭恩颱風 我們來看第六號颱風 卡盧颱風 他的上一個 卡盧颱風 各位知道 他除了重創日韓之外 北韓受傷很嚴重 北韓怎麼了 因為北韓第一個 森林砍伐太嚴重 是 所以追途保持 第二他基礎建設太差了 所以北韓這次收到重大的危機 好 重大的危機 來看 金正恩知道這次慘了 他表情很凝重 不是他踩到梨裡面 各位要看 從來沒有幹過 他就直接踩到梨巴裡面 給北韓人民看的 他整個皮鞋跟腳 都踩到梨巴裡面去了 看到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給北韓人民看 然後他講了重話 我一定要練給大家聽 他說 此區官員對國家措施漫不經心 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所以損失比其他地方還要嚴重 我告訴你 會不會彈掉啊 嚇死我了 當金正恩講這種話的時候 有人源頭要落地了嗎 人頭要落地 如果你懂的話 俄羅斯從來沒被颱風侵襲過 四千戶民防被整個大水淹掉 也很嚴重 好了 我們講完第六號颱風卡魯 我們不免要講 第五號颱風 杜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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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造成了北京河北省重創 對 現在整個水 你看這是黑龍江 這個東三省的黑龍江也這麼嚴重啊 我告訴你 在內蒙古吉林黑龍江有這麼嚴重 我要跟大家講 你不要看這個覺得驚心動魄好玩 世界的糧荒 很可能要產生了 你知道中國是大陸是世界稻米的第一產出口國 這個地方被淹的地方佔了它的四分之一 哇這個傷心動骨了 就在中國大陸被稻米被淹的時候 對 泰國因為缺水 叫大家說為了省水不要種稻米了 印度宣布白米不要出口了 大家都把它當戰略物資了 我告訴你 現在今天 是 已經飆到12年的新高了 還沒完 這只是剛開始 當北大陸東北欠收的時候 他要去買啊 全世界的米價 是 都要一飆沖天 包括黃豆 所以我們也會受到重大傷害 好 我們看完了 颱風颱風颱風 季風雨暴雨 這有水深啊 水深火熱 火熱 好火熱 各位看 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埃特納火山 又爆發了 我講了好 在地上介紹過很多次埃特納火山 為什麼介紹它 它全歐 全歐洲最高的火山 是 3324公尺 這比較什麼意思 它這麼高 3000多公尺 它一噴 那威力更是驚人 不是 那就進了那個氣流 氣流戴散了 全世界去了 它上一次噴發是1992年 是 30年後居然又噴發了 這個簡直太可怕了 好 那除了這個 我真的覺得現在全世界 最可怕的地方 我覺得是在埃及 埃及 為什麼埃及最可怕 第一個埃及 現在你知道 沙拉哈沙漠有一個熱浪 撲過來 埃及現在45度 哇 也很熱耶 45度還不是最熱的 那馬老師有什麼最熱 因為 埃及政府居然 提出限電措施 限電措施 限電措施要到八月底 這是謀殺耶 45度 你不讓我吹冷氣 我先講 埃及什麼限電措施 就是一區聽白天停電 一區黑夜停電 輪流白天黑夜停電 都不行啦 白天45度沒有冷氣 你完全受不了 是 晚上你說比較冷了對不對 沒燈 沒電視 沒網路 沒冷氣 我看你誰受得了 要到八月底 所以白天 所有人都到梨柔河去炮 沒辦法 沒冷氣啊 所以大家都到梨柔河去 像下水餃一樣 全部都跳到梨河裡面 去炮到 我再跟大家講 現在整個埃及裡面 最紅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問 你為什麼把天然氣 還賣給到歐洲去 我們聽見確定這樣子 你還賣天然氣 好 我一定要跟你講一句 我實在覺得很好笑 埃及的首富 億萬富豪 他都受不了 他出來講了一句話 一定要給大家聽 他說 埃迪森死的那一天 全世界 關燈一分鐘死 全世界現在只剩下 埃及人 還在關燈緬懷艾迪森 好悲催啊 馬老師告訴我們 熱熱熱熱誠 尼羅河變成最後的救贖 來看這個地方 伊拉克 我今天看伊拉克的消息 居然熱破了50度 而伊拉克現在幾乎 為這一個正在干涸的湖泊 為什麼湖泊的消失這麼嚴重 我跟大家講 伊拉克被戰火摧殘得不像樣 是 結果現在又被老天摧殘得不像樣 是 聯合國列出了五個國家 是被老天摧殘最嚴重的國家 五個國家中 有一個 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 伊拉克已經 我們說火熱 就是燒一燒對不對 對 它已經連續乾旱四年了 哦 四年都沒水耶 對 好 大家看這個是它最有名的湖 阿巴尼亞湖 這是它觀光最盛的地方 對 本來吸引大量的外匯 大量觀光客來 注意看 現在旁邊一個觀光客都沒有 你沒水我還來幹嘛呢 這是以前漂亮的時候 好 我跟大家講 它以前滿水位的時候是 三十三億立方公尺 現在 不到五億 差太多了 沒有分之一啊 所以它這個 這個 湖岸邊 一直倒退 一直倒退 不能倒退變爛離 爛離 觀光客根沒有辦法走下去 所以除了孤獨的鳥之外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伊拉克除了戰火之外 現在太陽公公也在摧殘伊拉克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更幸福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哇 真 像